Enter 两下NAS 这个其实前面都有讲过 如果你有印象的话 前面这个已经做过很多次了 再来的话我需要做什么 把这个里面的 所以输出到哪里你可以先写 不过特别注意 我们前面是输出的话只有一个东西 可是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我们里面总共有这么多 总共五个Email 如果说你要串在一起的话 这个时候你可能要多学一个 好像在前面我记得 好像在数学函数里面有特别提到 你可以增加一个变数 也许我叫S好了 S是一个变数 一个自串的变数 这个是自己取的名称 等于S Enter 串接 哪一栏的哪一个储存格 因为这个时候我是从第二列开始 所以后面的话 我就是先去抓什么呢 B栏里面的那个 Sales I 第二列 哪一栏呢 B栏里面的资料 先帮我把第一个 因为S预设值里面是空的 没有东西 那当你跑第一列的时候 它会去抓什么 抓这个Email信箱 帮你串接之后 串接之后的话 它本来没有东西嘛 串接之后 丢到前面 帮你存在前面 所以下一次 下一次 下一次 但是这边的话 可能还需要一个什么 后面再 end end 一个分号 假设我们这边用分号 因为之前我本来教 是教那个 逗点 后来有同学跟我讲说 Outlook里面好像不接受逗点 好像是接受分号 所以我把它改成分号 OK 好 那这样子的话 它就会帮我串一个Email 再串一个分号 然后串完之后再丢 就是这个串完之后 再丢到前面 然后前面就先帮你把它存起来 它占存 再来的话第二列 第二列过来之后的话 然后再把这个Email 串在后面 所以特别注意就是 这个S呢 因为已经有第一个Email 所以串接的话呢 它就会把第一个Email 后面再串第二个 再加一个分号 所以一直串 一直串 就会是没有 没有 没有分号 没有分号 OK 那最后的话 不过会有个问题 就是说最后输出的话 会多一个什么 没有分号 最后应该会多一个什么 多一个分号 不过没关系 等一下再来处理 那我要输出到哪里 所以你把它这个地方 全部都串接完之后 那我要输出到哪里 你就告诉他说 我要输出到 输出的话 它写在前面 所以Sales 哪一列呢 我不知道 但是我刚刚好像有用到这个 这个叫Range A2向下侦测 那我知道这边会是 所以其实要不就怎么样 直接干脆把这个拿来使用 那你可以按按键键 复制过来好了 列我知道了 就是A1向下那一列 它一定会追踪到 我告诉你是Dio 哪一栏呢 C栏 C栏 C栏里面 然后等于什么 等于S 你就把最后串完之后的东西 再输出到S S输出到什么 C栏的最下面一列 我们来试一下 这个地方直接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OK 有没有发现 我把它执行之后的话 实际上它就是一直跑一直跑 一直串一直串 串完之后呢 直接就帮我放在最下面 C栏的最下面一列 就放在我指定的位置上面了 OK 那但是 这个地方问题还没解决 那什么问题呢 后面多了一个什么 这个东西 分号 对不对 那你想说这个分号怎么办 麻烦了 怎么样把它去掉比较快呢 其实最快的方法是这样 按一下delete键 不过我想 我想 这个当然不 不过有些同学写不出来怎么办 那就只好这样 不过这就是一个 一个好像感觉就差了一步 所以呢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不要用那个 这种好像最后 还是非得用动手做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样 用一个方法 在S上面